将火车的车厢打造成了一个个创新实验室 您有见过吗 有600位师生搭乘台铁科普环岛巡回列车 透过了8节车厢不同的科普实验小组 让孩子们是走出了教室 在列车上做许多有趣实验 逐科时钟的大哥哥 担任这一节车厢实验室的关注 要带领国小国中学生 透过实验了解什么是卫星通讯运作的原理 我们主要是要探讨从手机通讯技术的演变 从1G到5G的演化是怎么样子 那我们等一下会讲解1G有什么功能 到5G有什么功能 然后让小孩去操作如何使用3G手机 还有这位北一女的小姐姐 运用建筑结构模型在车厢上搭配车厢自然晃动 要让学生们见证制证结构和我们的生活事息息相关 我们这是跟地震中心合作 然后会让他们制作纸房屋 然后体验一下不同的地震模型 我希望他们可以就是经由亲手学习这些不同的模型 然后可以学到地震相关的知识 新北市教育局推动多项计划 支持学校发展科学教育 从科普环岛列车 新北科学日等等专案 到结合产观学资源定期办理Steam科学竞赛 将趣味性带入科学领域 这个科普列车跟国科会淡江大学合作了近十年了 在这十年当中其实不断的一些精进 也很多大学的教授一起来做一个协助 那我们今年特别的有一个列车专门是做双语来认识科学 那还有一个最特别的呢 我们刚好礼拜六会开到福龙站 那在福龙站的时候 我们就开放我们的民众一起上来一起来体验 透过我们这样子一个科普列车 其实让孩子在生活中学到更多普遍的一些科学教育 已经连续第九年举办为期五天的科学环岛之旅 借由列车空间打造成多样化的科学实验场域 让学童们走出单调的教室搭乘火车 一边环岛一边玩科学